那麼它的潛伏期的這個中位數 在3到5天 那麼根據其他的國家的 這些病人來算 75%是在7天以內 所以你要去拆這個7天 你要硬說他是國外進來 你對的機會25%好不好 那如果是我 我是會朝比較高的這個機率來看 所以不過幸好他有去過希臘 所以醫師還會 還是把它檢查一下 否則的話 因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瓶頸 根本台灣都誤以為說 可能就漏掉了這個類型 對 就會漏掉 好 那不論他是境外移入或本土 那總之事實上 因為這個病的輕症 他就可以傳播 而且他從不舒服 然後再到診斷出來 又幾天的時間 所以的確 他有可能在台灣感染 這個機會是比較大 而且就算他是境外移入 那麼他造成我們 在境內的這個傳播的 這個也好幾天了 所以這個機會也是有的 所以不能掉以輕心 那所以呢事實上呢 這個我想剛剛大家討論到說 這個叫做防疫的足跡 那這個部分 這個資訊要不要更透明一點 因為他顯然去過的地方 不是只有在他的班上 或在他的學校 那麼其實南韓他就採取 非常透明的做法 對 那他就透過這個資訊科技 那麼讓大家都知道說 那你有經過這些地方的 那你也提高警覺 那所以你去就診的時候 你不需要說 你剛好前一陣子有出國的經歷 然後醫師才會覺得 你有需要檢查 那這樣子說 你在國內的人 你有跟他可能 在空間上面有重疊的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抓出來 王陽捕老實有未完 先不論說他是不是境外移入 但是他對台灣所造成的 傳播的風險 我們要不要讓所有的一階 又繼續的來幫我們做好 這個把關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政府 在這一方面的一個資訊 那不要再猶豫了 我認為應該是要讓全民 跟我們所有的醫界 能夠有所憑據 來幫助政府 做一個更廣泛的一個把關 所以你覺得這些資訊 都要更公開更透明 直接公布吧 沒什麼好估計的 對 你就公布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成熟的個體 那你也可以看到國外這些 他具有非常高度敏感的 這個地位的人 他們還是非常負責任的 把他們的資訊 也向大家報告了 連這個叫壞男孩川普 是非常調皮 大家都對他沒辦法 他也乖乖去做了檢測 檢測以後他也公布 雖然有的人還會質疑說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過最起碼 他也採取了這樣的一個行動 所以在防疫之下 沒有任何人能夠是例外的時候 你讓所有的人 包括我們的民眾 包括我們的醫界 有更充足的資訊 來參與 來幫助政府做一個 這個天羅地網的 這個把關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但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各位看看這幾個 境外移入的病例 就像我剛剛講的 真的是感謝醫界 反正不論你哪一國 好好的把你驗得到